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楚的奥特曼拿了一枚硬币 听说,发卖机有最新的罗布奥特曼卡片玩具 楚的奥特曼正好要来买最新的罗布卡片 他把硬币投入到发卖机里 他选择了赛罗奥特曼的按钮 会出来什么卡片呢? 哇,掉出来了一张奥特曼的召唤卡片 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他的手上拿着一把武器 身上有很多红色的条纹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吗? 楚的奥特曼说,让我来召唤这位奥特曼 看我的 Ultraman Ultraman Belian Fusion Rise Ultraman Gino Primitiv 这时候贝利亚也拿了一枚硬币 她也要来买最新的罗布奥特曼卡片 贝利亚说她想买到强大的卡片 和出到奥特曼进行作战呢 她也把硬币投入到贩卖机里 她选择了第三个按钮 会出来什么卡片呢? WOW! 放卖机掉出来了一张卡片 快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卡片呢? 贝利亚抽到了非常强大的 极恶贝利亚卡片 她说 这一次一定可以打败楚的奥特曼的 出来吧! Darkle Giel Empera星人 Demonic Fusion Unleash Darkle Giel Darkle Giel Darkle Giel Demonic Fusion Darkle Giel Darkle Giel Darkle Giel 初代奥特曼和贝利亚 都召唤出了各自的战士 那他们哪一个更厉害一点呢? 吉尔贝利亚拿出了他的武器 他先对杰德奥特曼发动攻击 杰德被打倒了 很快他又站了起来 并跳了起来 杰德飞踢 这招好厉害啊 杰德奥特曼要来发动他的必杀技了 回猎爆破光线 吉尔贝利亚终于被打倒了 贝利亚的战士被打回到了卡片的形态 没想到杰德奥特曼这么强大 那今天我们的奥特曼卡片对战玩具 获胜的是初到奥特曼 他派出来的是杰德奥特曼的初始形态 那今天我们的卡片对战游戏 那今天我们的卡片对战游戏就到这里 你们更喜欢哪一张卡片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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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